奇妙的感动 但愿你会懂 我愿和你唱这感动 我愿和你启唱这感动 感恩感恩各位的美妙的歌声 感恩大家跟导师一起合唱这一首感动 让我们心中充满无尽的感动 只要我们心的富足 就是来自于导师给我们的 这一份满满的爱与祝福还有感动 真的谢谢感恩 感恩太阳上的导师 感恩天地宇宙 感恩在线的所有超马家人们 让我们一起在爱中共振 在感恩中连接 真的很感恩 今天分享的所有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 就是参与此盛会 欢迎 再次的欢迎 大家来到这一场的 超级生命密码 国际网络圆满人生精英会 好那么呢 今天我们所导读的章节是在于我们的第四章最重要的两个生命密码 哇这两个生命密码就是我们常常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落实的爱与感恩 所以呢当我们在导读在这一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更加更加的了解导师所说的违言大意 好那么首先让我们邀请第一位嘉宾 那这位嘉宾呢 在一开始就是接触超码的过程当中啊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看到这一位同修 然后呢我们就在闲聊的过程当中 发现到哦原来对方就是曾经也是参与过很多就是活动来让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所提升 所以呢当我们在谈论就是灵性课题的时候就是呢我们特别的投契 因为呢就是这一位分享者呢他本身也是因为常常运用爱与感恩在生活当中 而且呢在他生命当中啊转变真的非常大 如果大家有机会呢等一下就可以听听他的分享哦 好那么呢现在呢在在还没有请出来之前也请在座的各位要注意哦 好就是把自己的麦克风关掉 好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有请Christina彩云来为我们导读就是第四有总共四段 好请大家一起翻开有书的朋友请大家翻开第四章最重要的两个生命密码 好那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彩云 感恩主持人 呃紫云听得清楚吗 听得到哦 感恩谢谢 感恩地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太阳圣德导师 感恩主持人 还有感恩超马教员们 给我一个机会哦 在线上导读 和做小小的分享 我现在要开始导读第一段到第四段 现在这个科技昌盛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需要输入密码 进入到系统想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都有强烈的经验与感觉 如果密码按错了一个字母 无论按多少次都不能进入系统 但如果按对了 就能轻松地进入系统里 现今科技用数字或者是文字 符号作为密码的一个依据 随着发明越来越多 还有用指纹 影像等 越来越广化地 应用密码的逻辑观 做很多辩证的工作 所以在这十年里面就可以看到 一开始用的密码是数字文字 而现在用更多的东西 都可以做是变码的元素 去印证密码 分入的对与错 然后让你进入系统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就从这个观念可以看出 我们不仅仅可以拿些 看得到的东西来做密码 世间上的万物 都有不同的转变形式 可作为进入不同系统 城市中的密码 只是在当时我们的科技 有没有达到这样的领域 若达到了 就像现在有了指纹的密码 更多更新的思想观念 做成的密码 就将应运而生 而在世上 我们必定会随着 更多新的发明 与发现 去抓到更精准的生命密码 但这个是有 在科技和人文之间的 进步与相互配合 中将会产生更多的定论 也就是说 当你必须要这样去做时 那么结果就不是一项传说 不是一个假设 而是我深深地告诉你 这么做就一定有 这样的科学结果 但现今文明时代 科学家们 比一般人类总是希望看到 或听到后 才愿意花时间 听到某些新定论 就像您进入到电邮系统 就必须要输入密码 才能进去一样 在我们的星球里 最重要的两个生命密码 就是爱和感恩 几乎所有的宗教 都鼓励人要会爱与感恩 因为这老调听久了 所以大多数人总认为 这两项密码 似乎太过一般了吧 现在我要问大家 这些是大家都了解 除夕的名词 但究竟有多少人 在生命中的每一分 每一秒里 都能真正善用 这两项密码呢 我相信比例不会太多 他知道的人 早已成千上万 大家都会说自己听过 而问题是善用这两项密码的人 并产生好的结果时 在他生命里造成善的循环 改变了生命 当这样的故事 同处在人们眼中的时候 往往一半的人相信 一半的人不相信 一半相信的人 又有其中的一半认为是当事人 硬去好碰到的 剩下的另一半 剩下的另一半 认为我要去做 我要去学习它 祈祷自己的未来 达到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剩下这一小群人 又因为要面对每天的防满事物 比复杂人生 这么好的理论 在当时的他的心中 虽然可以接受认同 但就是因为诸多的理论 而没有办法实行 随着时日的增长 离这缘很清楚的观念 越来越远 所以十年前听到的理论 十年后还没有做 还没有善用这两条密码 那么在整个二十年 三十年以后 还是只知道这个理论 和不同的行动 我的导读到这里结束 感恩大家给我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其实在还没接触超马之前 我也接触很多的东西 其实也听了很多爱和感恩 当初的自己也知道 也觉得自己是一个 很懂得爱和感恩的人 甚至我的领导也曾经说过 你是不懂得感恩的人 可是我都很强硬的对他说 我是很懂感恩的人 因为我常常都挂在嘴边 谢谢 谢谢 感恩啊 可是当我听到 人家跟我分享的时候 越感恩越幸福 可是我常常看到自己的 净好是越来越多的 我不因为自己 当初所了解的感恩 而得到幸福 我的生活是很多很多的挑战 当我接触了超马后 我才知道原来过去的我是真的不同的感恩 挂在嘴边的谢谢跟感恩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感恩 是不是真正的感恩 因为当我来到超马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感恩不是挂在嘴边 是一个感觉 所以我也开始慢慢的练习 一直常常感恩身边的种种的人事物 当我开始用内心很真心的去感恩的时候 我看到我自己的经验越来越转好了 而且以过去的我是一个 我是非常高的人 所以我常常就爱移自己的面子 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敢去当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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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做一二三 步骤一二三的新法时 我就会去跟我身边的人 事物多多的做感恩 我看到我的人生很大很大的转变 我的身边的人越来越喜欢我了 我的同事们很远越来越接受我的分享 跟种种的提升提示 所以当我用了真正的感恩和爱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生活经真的是越来越好 而且我也在因为我来了草马 所以我也得到了我的婚姻 虽然我很多的朋友都劝我在这个年龄中 不要走进婚姻 因为婚姻是很苦的一个课要修 可是当我来到这个草马的时候 我善用了这个爱与感恩 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的很好 而且我们两个肯定在一个 两个都50岁的情况才结婚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可是常常每天都在做新法的时候 就是一直跟他做感恩跟忏悔 所以我的生活经 跟我先生的相处真的很好 没有像很多很多交婚的朋友告诉我 是那么难修的 我很感恩我有机会遇到草马 还有机会来修这一刻 让我有机会改变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的小小分享就到这里了 这个帮助教育给主持人感恩 感恩我们的Christina彩云 跟我们的分享与导读 让我们给Christina一个热烈的掌声 在Christina身上我真的学到了非常的多 因为Christina她本身就是一位 常常就是会把爱与祝福 送给身边的朋友的人 她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好像就是就是堵车在我们 就是在繁忙的都市里面 我们常常会堵车嘛 当我们在堵车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把就是祝福与感恩 给予身边的所有的车 就是呢祝福他们能够呢 平安的到达的到达到他们的目的地 所以呢啊 所以呢请场共帮我处理一下感恩 然后呢其实呢就是她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当我们挂在嘴边不停的说谢谢 而不是从发自内心所讲的这一个爱和感恩 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因为其实导师在很多书籍当中 尤其是今天我们读的《像女儿话》当中 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身口意义都能够传达讯息 所以呢当我们呢就是在真心的用那个心去感恩的时候 其实对方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所以呢导师就告诉我们最主要一定要真 我们做人一定要够真 够真诚够真心 因为呢这一份真心真的可以从爱与感恩当中 很很微妙的散发出去给身边的人 所以呢当我们给予祝福与爱的时候 或者是观想光给身边的就是家人朋友的时候 其实对方绝对是收得到的 只要我们相信 而且就是彩云克里斯蒂娜她也有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人就是想要做到一位人见人爱的人 就是能够去到哪里都能够受欢迎 这也是导师常常告诉我们的 要常常返求自己 去检讨自己到底有什么要加强的 所以从我们的彩云的先生 他的故事当中 也让我们明白到 我们真的要把爱与感恩落实在生活当中 刚刚彩云所导读的这四段当中 导师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需要 在这个科技昌盛的时代呢 输入密码 可是呢当我们按 比如说那个密码是四个一 可是呢我们却按错一个密码 一一一三 那进不到 就是只要你按错一个密码 你无论按多少次 你都进入不到系统 而且呢有一些系统 你只是按了三次 你的就是就不可以再进了 那个系统 你要重新的去到银行啊 去到其他的地方 去reset过 就是要重新设定过 我们才可以再进入那个系统 所以只要我们按对了 我们就能够轻轻松松的 进入系统里 所以这一切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两个就是生命的密码 最重要的就是这爱与感恩 所以呢几乎所有的宗教 都鼓励我们要会爱与感恩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 常常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 听到爱与感恩 感觉好像很一般 但是到底究竟有多少人 在生命中的每一分 每一秒里都真正善用 这两项密码呢 当我们真的蒙心自问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否真的 有像导师所 就是建议我们的功课 苗苗感恩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在每分每秒 还是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不小心掉落在 就是恨怨仇贞啊 就是很多的纠纷里面 就是或者是自责啊 不自信等等 这些都是负能量 所以呢我们相信 其实最主要我们可以从自己先开始 我们可以善用这两项密码 让这两项密码在生活中落实的时候 它自自然然在我们习惯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感恩的时候呢 其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会造成一个善的循环 因为只要我们懂得感恩 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柔软 我们越来越能够感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拥有的一切 而不是去看生命当中没有的东西 当我们懂得感恩 我们就会知足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善讯循环当中 改变自己的生命 改变自己的人生 这一切真的很重要 而且在最后一段的时候 导师又说到 当这样的故事陈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 往往一半的人相信 一半的人不相信 一半相信的人又有其中的一半 认为当事人运气好 碰到而已 这就是我们常常心里的一个状态 因为很多时候 要我们完完全全的相信一个人 也是因为 为什么我们可以 会有常常抱着 怀疑的心态呢 也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受到伤害 可是真的 因为导师的歌曲啊 导师的违言大意 书中的所有的智慧 都能够了愈我们的身心灵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这个心 只要我们愿意打开这个心 去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其实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真的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 也跟着相信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祈祷自己 未来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要面对每天繁忙的事物 和复杂的人生 所以呢 当我们面对诸多的 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 往往我们很多时候 在这个修行的路上 我们会给自己很多的理由 而没有办法实行 就好像导师常常在网络共修 提醒我们 大家记得一定要 好好的就是 就是如法实修 大家有没有写心得啊 导师的用心啊 我们每个人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太阳色导师的 寻寻善诱 让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只要我们现在这个可以修 其实我们就可以懂得说 只要我们真真正正正的感恩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会把这个爱与感恩 苗苗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因为呢 我们把理由放下 把借口放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能够每一天 一点一滴的在生活当中进步与成长 因为呢 这个原本就是我们要清楚的观念 所以导师说 明理明理 我们当我们明白道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去实行 只有真正的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祝福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落实吧 好 那么接下来请下一位的嘉宾 那下一位的嘉宾呢 他本身就是因为 刚刚就是做妈妈的 我就会发现到呢 在他身上真的感受到 满满的母爱哦 而且呢 真的从他之前一开始 他分享在他的生活当中 所遇到的种种的不如意 他说以前他是一位小辣椒哦 哇 可是呢 现在我看到他 很像德乡女人话一样哦 哇 我真的很期待他的分享哦 那么呢 现在呢 就有让我们有请妹 我们的碧玉 来为我们分享一句道读的 没在线吗 感恩太阳的导师 我在线听得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感恩 听到了感恩 好感恩 感恩太阳宣的导师 感恩天地宇宙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主持人子云的邀约 感恩在线上所有的超马家人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那妹现在要开始导读了 但如果我们没有去做或没有接触 不代表这样 这项东西不存在我们的时空里 虽然你有无数的理由告诉自己 先要去抓哪一块 先去争取自己想要争取的东西 决定权或许在于你自己 但结果是福是祸 就要看你对时空里真正重要的东西 究竟你能不能看到 毕竟成功与否 一个人的一生 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就 不就是在自己对每件事情的价值观 判断点的不同 而产生的种种变化吗 爱与感恩这两项生命密码 无论是谁 只要愿意是 总有打对密码的时候 进入到真正让你生命发光发亮的成就里 并且将这份光与乐 照要传递给更多需要这份能量的人 我相信有很多在宗教领域里 打滚几十年的人 还不曾试过这两项密码 哪怕是他每天接触书籍 或者是录音带 录音带里面所讲 所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 虽然有些人做了 或许有些人没做 而且有些人做的里面 又没有做到那个程度 所以每天听到这些理论 又必须要诚心的面对时 做和没做之间 经常出现一个空窗期 而大多数的人都处在空窗期当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就算已经在宗教里打滚了几十年 但是最后自己的命运还是那么的坎坷或不足 甚至有人因此寒恨而死 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在这一章里 我想用不同的剖析角度 为你解说每个人生命里最重要的 这两项生命密码 进而能够使更多的人真正善于利用 达到自身本来就应该拥有的富足成就 让大家都能去向美好的境界 使我们的社会、地球、宇宙 都能因为大家的境界转变 而转变了大社会、大环境 这样才会让我们在生命空体里 得到一份真正迫切要去寻找的精彩成就 爱与感恩世人世间 每个人最重要的两个密码 这个定论是在我解读宇宙信息里 已经总结在那里的定论 只是过去大家听到这样理论的时候 能使心塌地抓住这两个密码不放的人 少之又少 大部分的人都当作 过眼云烟 听过就算了 很多人能把理论讲出来 但要实行去做的 毕竟不多 所以在人世间里会产生一种假象 那些经常挂在嘴边讲述这个道理 鼓励别人去做的人 常常因为自己没有真正达到这个道理 这其中境界 所以让看到听到的人 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在推动 在讲的时候都是那样的完美 但在许多不同的时间 地点 事件发生的同时 又让原班人马看到许多处事道理和当初所讲述的不一样 因而打住了大家想要在这两个密码真理上勇往直前 而随着时间的增长 大家会对这个道理产生一种疲惫的状态 但是也不愿违背说自己不认为 不相信 所以往往产生了一种假象 就是大家都能狼狼上吼的说 但能在每天生活里用伤的程度 并不如在学说里面 需要我们去做的那份恳切度 所以没做的人还是没做 做的人做到的程度不够 但当用这两项密码 只要差一点点 就没有办法进入宇宙间制定的一个城市 所以那些认为自己在做的人 他原来心中那份执着的心思的思想也动摇了 并产生一种不好的循环 导致大家也只是在某一个时间骗动上 对这两份密码的一份假执着与热忱 感恩妹导读完毕 那妹就来先分享一下 是的 我就像刚刚所讲的以前 就是一个小辣椒 所以很感恩 真的学习了操码 那自己懂得爱和感恩以后呢 所有的一切 真的人生的课题意义都在圆满当中 那在这里呢 妹刚刚读到的就是有说到感恩 以前的妹还没有学习操码之前 也是经常会听到说要感恩 也在不同的平台也学习过 也是知道要感恩 但是那个真的只是从嘴巴里这样子讲而已 没有打从心底的去感恩 但是真正的落实感恩以后 在操码学习的这两年 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我和家人的关系 就是我和两个个个的关系 30多年来从以前就是自我懂事以来 就是认为他们就是麻烦 因为他们真的带了很多的麻烦给家里 所以呢 以前真的是甚至不想和他们讲一句话 甚至他们打电话来就不想接电话 以前一开口不是吵架就是骂架 就是家无宁热的那种生活 家里每天就是吵吵闹闹 讲话大大声 所以以前就是都不喜欢躲在家里 都不喜欢往外跑 所以以前妈妈呢 在的时候 她就总希望我们家庭可以和睦 可以很平静 家和万事兴这样 但是很可惜 很遗憾的 她准备 她的愿望都没有达成 但是很感恩真的 接触了钞码之后 和哥哥的关系 这30多年的恩恩怨怨 可以这样子说 真的就是完全的圆满了 以前一句话都不想和他们说 但是到现在几乎可以每一天都通电话 甚至我可以和最大的哥哥一起合作 然后我很感恩她的是 之前 因为我家里都是做卖吃的 所以在这个管制令期间呢 哥哥就是有卖 开始就是放上 就叫我帮忙在 Facebook面子书那边打广告 帮忙她推销她的糯米鸡 所以那时呢 就只是很单纯的就帮忙她 这样子放上网 然后帮她卖 然后心里面一直祝福他们 我每次就会在做新法的时候 一直把祝福送给三位哥哥 希望他们一生平安 所有的就是事业平顺 三餐润饱饱 生活安定 就是一直这样子的祝福他们 然后就在这个管制令期间 然后就是也帮忙哥哥这样子 Post打广告 然后借来的订单也不少 也是因为这样子过后 然后到现在因为流连季节 然后哥哥也叫我帮忙他这样子 Post以外呢 然后他就说 要不我也给你一些佣金 然后就顺便可以给我赚一些奶粉钱 这样子 所以很感恩 可能很多人之前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哇你帮你哥哥Post这么好 然后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是我在帮他 其实是很感恩 就是他反而因为这样子帮了他 然后反而我自己也多了一些额外的收入 所以就是有双赢的这一个局面 所以真的是打从心底去感恩 然后跟他们做了圣诚的参悔过后呢 我们的所有的恩恩怨怨 就是可以说是必须前嫌这样子 然后可以圆满 这是我觉得我妈妈可以最安慰的地方 然后我爸爸也是觉得很安慰 因为现在两个哥哥 我有三个哥哥哥 但是两个就是比较不长进嘛 以前 但是这两个哥哥 现在真的就很长进 然后很懂事也开始就是给爸爸家用 然后爸爸觉得每次一讲到这一边 爸爸就是会很安慰 然后很欣慰的 就会感动的流下掉下眼泪 然后很感恩的 也是因为在学习超马的过程中 爸爸也是一直陪着我 出席经营会这样子 所以呢 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然后也让妈妈就也可以这个愿望成真 所以这个感恩真的是打从心底去感恩的时候 真的所有人的能力范围以外做不到的事情 真的是需要靠宇宙天地的力量去帮助我们去运转 所以真的是很感恩泰亚县的老师 感恩在线上所有的超马家人们 其实真的可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只要透过网络我们都可以办经会 透过网络真的很感恩有网络 如果没有网络我们也不能一起共聚一堂 所以刚刚妹在分享的时候 她说原本可能一家人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好 可是就因为太阳色的导师的爱与感恩 当她一个人开始落实给予祝福 还有在做忏悔的时候 感受到她竟然可以从某种讯息层面上 有一些地方一转变一个丁 开始改变了整个家庭都变得和乐融融 其实这一种的幸福 比起以前一句话都不想说 很想逃离家里 其实我感受到当好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 是属于破裂又或者是属于没有讲太多的时候 有时候冷漠就是最大的杀伤力 所以其实感受到 其实如果没有说出口的话 其实两个人是没有办法表达那份爱的 也没有办法把心中的寂寞 心中的孤单所讲出来 所以我感受到当妹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她真的满满的内在的喜悦和那份爱都能够传达给每一个人 那既然大家是一家人 其实在导师在德乡女人的话 刚好有一段落是王凤怡三人的家言录 他有写到说凡事对面来的都是命里有的 既然大家都能够成为一家人 那我们大家一定是有缘分 我们会聚在一起 可能都会有 不管是讨债啊 还债啊 又或者是报恩啊 或者是抱怨都好 都一定会有一种姻缘 大家才会相聚在一起 那当然我们能够有这份机缘 能够认识超级神秘密码 真的都是我们大家的福气啊 所以呢 在此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妹刚刚在导读这四章 这四段当中 我们所导师所说的违言大意 她说如果我们没有去做 或者是没有接触的话 其实不代表这些东西不存在我们的时空里 所以呢 其实虽然有无数的理由告诉自己呢 就是要先去抓哪一块 那先去争取自己想要争取的决定权 决定去绝对是在于我们自己 因为呢 今天在这24小时里面 你决定去实修 或者是你决定去玩乐 都是有不同的结果 那结果到底是福或者是是祸呢 这一切都是对于时空里 真正很重要讲究的东西 只是呢 我们到底看不看得到呢 这就是两为四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到底是不是成功的人 或者是一个人一生当中 有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就 其实都是在于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价值观和判断点 所以在我们第一就是弟子归 蔡理性老师就是有说到一个重点 一切都是在于我们当下的一个选择 我们我们怎样都好 我们不要活在过去 不要活在未来 反正我们要活在实实在在的当下 实实在的当下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因为这个当下你的这一个决定 它就会产生种种的变化 所以呢 爱与感恩这两项密码 不论是谁 只要你能够愿意尝试 总会有打对密码的时候 进入到真正让你生命发光发热的成就里 并且将这份光与热照耀传递更多需要这份能量的人 就好像现在的在座的所有超马家人朋友们 其实呢 我们现在开始就是 就是就是普 我们一直都在普传 还有呢 就是接引 就是更多的人能够接收 就是探神的导师的这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以诸多的方法 让更加多的人能够进入这个系统一起学习的这颗心一样 所以真的很感恩每一位小太阳 因为呢 每一位小太阳真的都非常重要哦 好 还有就是呢 在第二段当中 相信很多人在宗教里打滚了十多年哦 是否有没有诚心的面对生活上的诸多事情 就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静呢 都是需要我们去每一天去参悟的 就好像我们写心得一样 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所领悟所学习 写心得一起来 就是看每一天自己的进步与成长一样 只要我们能够诚心的面对 而没有选择去逃避的话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到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一次不断的在改变 而且呢 可能最后呢 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好 而不是在这一段当中有说的含恨而死哦 就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命运没有掌握好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在就算在宗教里打滚了很多年 我们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问题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两项生命密码当中 好好的善于利用 达到自己本来就应该拥有的富足成就 那大家都能够趋向美好的境界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我们社会地球宇宙都能够因为这个境界的转变 而转变到更大的社会更大的环境 所以呢 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在生命的共同体内得到一份真正的迫切要寻找的精彩成就 读了这一段过后 其实我内心有满满的感动 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修好 所以才叫做修行 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当我们把自己的行为修正 德行修好 累积了我们的德质量过后呢 真的 这一份爱与感恩 才可以散布出更多的正能量 让身边还有整个宇宙都能够就是在这个散逊循环里面一起共振 好 下一段 爱与感恩是人世间每一个重要的秘密 所以呢 在这个解读宇宙的讯息里面 我们总在那边定论 过去我们听到的很多东西 可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把它当成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 我倒是在这有说 很多人可能会把很多理论讲出来 我们可能就是很会讲 就是讲很多 可是呢 做到的确实真的毕竟不多 因为人世间会产生一种假象 什么假象呢 就是可能我们会听到 哇 那个讲师哦 哇 讲得很好耶 他在那边讲到 头头是道 哇 讲到我都觉得哦 这个是我他所教我做东西我要去做 可是哦 台上是一个样 台下看到他 哇 怎么他台上叫我们要做东西 可是呢 台下他又是另外一个量 这样子呢 其实就可以会让别人发现到说 诶 没有说服力了 所以我们真正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要真真实实的活出来 就是真真实实的 自己嘴巴所讲的 我们真的有落实在生活的境中 真的有做到 让身边看到的人 听到的人都不会产生一种错觉 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推动到身边的人 所以呢 我们不要很会讲到几完美 可是呢 在生活 真正的生活当中 我们并没有做到哦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在许多的境界里面 倒是说我们要一鼓作气 勇往直前的一做就要完全的清掉所有的负能量 只要我们能够就是一鼓作气的每一天的实修实念 每一天都在检讨自己的话 其实随着时间的增长 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真的会越来越好 而不是像最后一段讲的可能会导致一种疲惫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在接引度化的时候 可能我们嘴巴是讲多好多好 可是呢 我们自己的德行却让身边的朋友并没有感觉到有这一份说服力 所以导致说 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那一个 你德乡女人化或者德乡男人数散发出来 是真的让身边的人都能够因为你的言行举止 直接讲要加入 而不用就是不需要可能听太多的道理 反而就是因为你的实修实念 而让更加多的人能够进入更加好的 就是系统学习更多好的事情 所以真的很感恩导致这四段的文言大意 好 那么关系我们下一位的就是嘉宾让我们来邀请 就是我们这一位就是 这位这位要邀请的接下来这位女士呢 我本身一开始认识到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她的声音还有她所表达的时候 都很有德乡女人化 所以呢 在她身上呢 我真的学习到很多 因为她本身是一位很谦卑的人 让她事不宜迟 让我们来邀请美三姐来为我们分享 感恩今天就是美三非常感谢我们的提供 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认识的过程 那当我当主持到的市长的时候 那我看到就是这一次市长就是爱与感恩的时候呢 我类型包括我现在都是非常的紧 我觉得自己本身也是在很多的宗教的一个灵意里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爱与感恩往往没有做到那一本次 那个也没有做到位 所以呢 我们生命一直在就是一直转转啊 但是当我遇到了探视的导师 然后遇到了这一本书之后 真的我的真的是因为应用了这两个密码呢 真的是累了 那非常的自在非常的快乐 包括从我的家庭里面 就是从孩子 那我相信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一个妈妈呢 和一个人在呢 这边是很多孩子 很多问题 很多什么问题 包括自己事业的问题 那如果因为没有这两个密码呢 没有抗胜的包 这两个密码 都报道我们 我们的心吧 我相信我自己 在这个人生 真不错自己 那 尤其我的儿子 我儿子本身呢 就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 那也因为他的一个原因 那我认识的超级 几身密码呢 可能如果 我自己本书的时候 我原来唱 他真的可以 有妇女 OK 但是因为他懂这本书之后 他真的改了我孩子 这个孩子的一个嗜好 从唱后面的歌曲 到唱老师的歌曲 就是正能量的歌曲 所以这个一个演变啊 真的是本感 然后因为这样 他自己每一天 会有那一种正能量 一个提升 这个是那一个妈妈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那包括呢 我的女儿 也因为呢 这一切疫情 那就她就在我的身边 要不然住在宿舍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 我感动 这个心法和这个讲解 保释讲解的一个方式 跟他讲了之后呢 就告诉他 一片面包 你知道吗 就延伸到这个面包的来 也在整个天地宇宙 给予我们一个爱 和音量的时候呢 他竟然 哇 哇 可以大的一片面包 所以说呢 其实呢 我们真的是可以 透过老师的 别让我们 家庭和睦 然后让孩子 真正的种下这个感恩 到位的一个种子 因为要不然呢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把感恩呢 放在我们的嘴边 你帮我做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很感恩 就是那么讲得很肤浅 很肤浅 并没有很深沉 很有彻底的 去把这一个真正的感恩 真正的宇宙 给予我们的这一个爱 去连接到 那因为他设得导师的这一个心法 感恩的心法 和太阳的心法 包括我们的这个忏悔的心法呢 让北山呢 真的是 这么多年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做这一个心法 因为呢 时时刻刻的 让自己 在这个念念当中 都去感受到 这个宇宙给予我们的恩宠和恩赐 当然因为应用了 这一个心法过后呢 包括自己的家庭的人际关系 夫妻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有那一种爱的感觉 那种温馨和那一个氛围 真的是完全是 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呢 现在竟然就是在美丽的天长中 的过程了 那包括因为呢 应用了这个感恩和爱的 这一个心法过后呢 我们竟然都可以跟 花草树菜 怎么去沟通 去连接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家里种的植物啊 我们的花草啊 我们的果树啊 它竟然也因为 你给予它的一个爱和感恩呢 它都特别的抱胜 特别的 就是 成长 OK 所以呢 这个就我们可以看到呢 原来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 它确实是真实不虚的 那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当中呢 真正的去落实的话呢 我发现 这一个 虽然看上去爱和感恩 每个人都懂得两句话 但是呢 我们真正的很深层的去连接的时候呢 这一种 内心的这一种生活上的这个平静和自在 那是真的不能原意的 真的是 用语言真的是不能表达的那一种感受 所以说 尤其是今天 刚好读了这一页的时候呢 为大家导读的时候呢 我真的是非常感恩 我们看上的导诗哦 他在这一本书里面 他所带出来的这一个 这一个心法 那我们每一个人 尤其是 每一个分享者 我们的每一个主持人 他们的一个表达和他们的那一种真心哦 都让我自己深深的感动和激动啊 那种心情是很激动的 哇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法我们真的是要让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拥有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懂得 原来呢 我们平时有很多方法 但是我们并没有用上这一个心法的话呢 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可以更严满的 那美商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把几个棒的教会给我们主持人 谢谢感恩 靠马的家人感恩 感恩我们的美商姐 给我们美商姐更热烈的掌声 真的哦 当美商姐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 紫云的内在呢 也是很大很大的感动 因为我感受到妈妈的伟大 因为呢 其实每一位妈妈 都很想要 就是好好的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 自己的孩子 也很希望自己的孩子 也懂得怎样去感恩 因为呢 其实美商姐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健身 他就是我们超马的冠军 当然我也是 就是因为季言巧儿之下认识了健身 然后我真的感受到 一位好的妈妈 才可以教育好一位很棒 很有礼仪的孩子 所以呢 其实孩子就如同一张白纸一样 其实不是他们不要学好 而是因为他们不懂罢了 所以呢 真的很感恩太阳神的导师写了这么多 这么棒的书籍 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书中的违言大意当中呢 提升自己的智慧 还有改正自己的逻辑观念 所以呢 刚刚就是在于 就是美商姐所导读的那一个第一段当中 其实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生命里 其实呢 决定我们的生命的成就 很重要的元素哦 其实都是在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决定哦 那这个决定呢 就是我们的要和不要而已 不可能是有时候要 有时候不要 必须是要很肯定的答案 所以我们在超级声音嘛 听到很多的家人分享的时候 都说一种很笃定的 只有自己笃定的决定后呢 按部就班操作这两个真实不虚的密码 我们才可以清清楚楚 看见进入密码之后的那一片世外桃源哦 这也是在于我们的一个抉择 所以在我们的弟子规 蔡理事老师也是有提到一点 其实当我们真正有理智 就会下对抉择 因为呢 抉择当中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要透过抉择 我们的思想观念 也就是责念 为什么 思想和观念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的思想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你的习惯 习惯形成一个人的性格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一个人他能不能够幸福 都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呢 一切就是在于我们要不要罢了 只要我们能够很笃定的决定 要下定决心后呢 去如法实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在生活当中 就是很多的境 就是不断的在转 所以有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第二段有讲到说 我们以为打了密码 可是呢 输入的时候 密码是不对的 相信在座的所有超码家人 都可能有尝试过 不管是电话要进入的时候 都需要密码 电脑进入的时候要密码 可是呢 如果我们只打了 就是打对了99% 只差1%打错 我们可不可以进入系统 我们同样是进入不到系统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运用这两项密码 我们就一定要 死足力量哦 就是这个密码 没有办法 当你进入这个系统 也绝对不要只是首按了 代表你的密码完全打进去 而是在这个地球里 当我们要输入生命密码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做到位 做到位很重要 所以很多他们说 为什么我的镜还没有转得 很多人问主持人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我好像在生命当中 我还是没有看到 有什么改变的 重要的是 我们是否用该用的力道 才可以真正的将密码 正确的输入系统里哦 因为这一切都是需要看 我们落实这个爱与感人的时候呢 火候够不够 当然这个火候包括了14样的功课 只要我们能够落实导师的 每一样功课 让自己的德堵漏 而不会漏走 我们的正能量呢 不断的在提升的时候 我们生命中该得到的精彩和成就 就是可能就在一瞬间 导师说 其实天地宇宙要不要给你 真的只是在一瞬间而已 如果呢 你真的用对方法 没有扣分 每一天都在加分的时候 真的会发现到 生活中的镜 一下子可能就转变了 只要我们有这个对的信念 对的信念真的很重要哦 还有就是我们必须要认清 一个重要的事实 打了这个密码 我们不是给别人看的 而是要让自己真正打对密码 进入到系统里面 得到你该得到的东西 因为人生就是我们的 我们是否有100%的 为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 负起100%的责任 因为这个人生是我们自己的 做错的当然也是自己 要承认错误的当然也是自己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掉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比如说一个习性就好了 一个习性 一个坏的习性 就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 求出无奇啊 真的没有办法跳出来 那我们要怎样跳出来的 就是落实导师的方法 只要我们如果要得到 要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其实真的我们最主要真的需要靠这份真心真意的去做 真的心 真正的那颗心 真的很重要 那就一定可以得到成就 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变 而且我们真的在超级声音码里面很多家人的分享 就已经见证了方法真的有效 只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用对而已 所以呢 我们真的很感恩每一位勇敢站出来分享的超马家人们 让我们知道 原来爱与感人是这样运用的 真的很感恩太阳圣的导师书中的违言大意 在最后的一段当中 我们知道一个定律 让你去选择一条好走的路 你一定会毫不客气的选择走好走的路 可是呢 走到就是以前到现在呢 很多人还是会怀疑我 很多人还是会怀疑不确定 这条路到底是对的路 可能还是不是很完全的相信 因为呢 可能在生活生命当中 在社会当中受到了很多的伤害 所以呢 就是可能给人家欺骗等等 就会变得不容易相信别人 也不容易相信这个系统 这个方法是否会有效 可是呢 我们不是不知道啊 何不完全的相信 试一试 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效果了 所以其实我们最好的最主要就是呢 我们不要运用我们的小聪明 老实说 小聪明呢 往往会让我们走错方向 因为呢 小小的错误的捷径啊 总会认为自己的聪明才会变得 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自己的小聪明 其实就可以做得到了 可是呢 殊不知真正的聪明是要找到密码 而不是只是开系统一次哦 如果我们应用小聪明 我们可能开了系统一次 可是第二天 诶 又没有效果了哦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通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境 不同的事情 只要我们真正的通 我们得到的结果 才是对自己真正有了交代 所以我就发现到说 哇 真的很感恩太阳圣导师的 为言大意 就如同我们的感恩世纪之一样 最后我们感恩一切有了交代 只要我们真正的做 真正的落实 一切将会有了交代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再邀请下一位的嘉宾 分享与导读 好 这位 这位小女 小女生 就是呢 她本身呢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 在我第一眼见到她 她都是笑容满面 而且呢 她真的是在超马 非常的精进哦 最近我有听说 她常常被邀约做分享哦 所以呢 她的真心和用心 真的可以打动和感动每一个人 因为呢 她因为超级声音码的方式 就是方法和系统 让她本身的静 转到非常的多 尤其是健康方面 事不宜迟 让我们来 邀请 Elean 来为我们分享与导读 Elean 在线呢 好 感恩 听到吗 听到 好的 首先 也要感恩 敬爱的太阳神的导师 感恩建立宇宙 感恩太阳公公 感恩所有在线的超马家人们 还有感恩主持人 我是个资云 给我的资产导 感恩和分享 大家晚上好 我是Elean 杉杉 好 现在为大家来导读 因为自己的认识度不够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 都把这两项密码丢掉 而去用 只能让自己在片段里 所谓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 去用那里的资源 但是毕竟有限 进而因为人间的化学变化 让自己到最后 到最后处 在一个很尴尬的角色里 在生命地图中 不知道下一步 到底该怎么走 所以 现今许多人 都是用那些小聪明 试图在某一个片段里 达到目的 但是 如果把时空的团团 放在台面上 当时想要达到的阶段 但是 这个后面的 当用一个最简单的公式 来加加点点 很多人的整个生命 成就竟然出现了 复数值 这是不是值得大家 深思 以及提醒呢 有时我在接受 各方咨询的过程中 我会心血来淘 和某一位特定的求教者 做一个互动的实验 比如 在他咨询的事情中 有些答案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且非常难去改变 但当我向他们说明 必须要用最大的诚意 印下进来 将爱与感恩 用在面对问题的事情上时 经过5至10分钟后 随着心情变化的过程 及三个将这两项重要密码输入到原本问题层程式里 接着我在接收信息 再来看他原来的面临的问题 那时就事先了很大的转移 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 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活的 不是死的 哪怕是你找到一个铁口直断的算命师 说你未来有怎么样的困难或问题与挑战 怎样你用最大的努力 面对现实生活与生命应该做的事情 就算很难体质的问题 经常都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的 我们所谓的算命 就算你未来的可能 容易或困难出度 但是不代表这是不能改变的问题点 用对这两项重要的生命密码 每一个人都会在本来自己生命过程中 设定的许多流程 去将好的留下来 把握好的 用这两项密码进入到生命水道里去修补 只要自己有心 这两项密码握在我们的手里 大伙儿必定能够勇往直前 而且在实行过后 心得满满地将这些经验 清晰地与大家分享 并且歌颂与在美之两项密码的尊贵和必要性 让更多的人 因为你的分享 而把他们从死胡同里带到正途 解决了他们自己的问题 也解决了我们的社会问题 并且帮助大宇宙 减少每个人产生负能量的种种可能 同时我们有心做这样的事情 会更牢牢地掌握住这两项密码 使我们的生命会因为这两个密码握在手里 让自己踏出去的每一步都是那么轻松 却又能达到别人看起来不容易达到的成就 今天我们因为有缘 而分享了人世间这两项重要密码 我希望只要看到这本书的人 都能够随时善用这两项密码 而不是听从者 因为若只是听从没有实修 到后来都是一场空 你会听从并不代表在你的生命中 能真正得到实际好的变化 但若你愿意努力朝这个方向 分秒必争地去感受 实验与体会理念的细节 必定可以在自己一点一滴累积的感觉当中 更违见的实际掌握 一刻善用这两个重要生命密码的同时 会不断地接收宇宙给我们的更多祝福 以及开创 虽然现在这轮廓让大家感觉到有那么一回事 但是弹起来势必感觉 觉得还是虚幻 所以要落实 就必须要自己真正地接受这个观念 确实用上去证明这两项密码 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解讨工具 好 大家在这里导入完毕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三的自己的亲身体验 在2018年的10月中 三三因为当时是男朋友的母亲 一个就是有别人介绍他们 这年制约 然后他们因而了解了 高级生命密码这个系统之后呢 就带着三三和男朋友一起 加入这个卓书会 当时是教育书会 然后呢就了解到原来有这么样的一个系统 然后他讲求的是爱与感恩 其实当时候三三听到这两个密码的时候啊 第一个反应就是爱与感恩平时都有落实啊 这样应该不会很难 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很重要还是怎么样 就因为觉得平时都一直想感恩 平时都一直想爱 但后来读完这本 高级生命密码后才会发现到 原来之前三三所认知的爱与感恩不过是冰山一脚很皮毛而已 并没有深深的很身心很落实的去去付出去感受 那就在加入超级生命密码后 那就在加入超马副主后哦 那他的父亲啊就因为心脏的问题就需要进医院的 然后当时医生说 父亲的心脏 他的那个门啊需要换一个心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是因为呢 手术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把爸爸的心脏暂停大概几分钟 这样子来把那个门给关掉 然后在这个过程其实是蛮大的风险 是因为呢 除了爸爸的身体状况之外 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因为爸爸的年纪是不小的 那因为刚刚加入超级生命密码 也刚刚再到读着本 超级生命密码的本书 读着读着就想说 藉由这个机会开始落实爱与感恩 因为之前跟爸爸的关系不是那么的理想 所以当爸爸有事情的时候 才会 那刚才会发现其实爸爸的心里面是很重要 就在手术房的外面呢 大家第一次 就是做个实验 对着太阳公公提早 请太阳公公保佑爸爸的手术可以顺利 并且在心里面真的是不断感恩爸爸的养育之恩 开始在感恩的过程中 还会感受到 原来珊珊非常非常爱自己的父亲 并不是像口中所说的 其实很渴望父爱 但是却不想要理父亲 但在心里面是非常很爱他的 就在这个时候啊 医生呢就出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的医生 他其实原先是告诉我们这个手术只需要四到五个小时 可是我们等到医生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八到九个小时的时候了 那时候医生出来的时候 他是骂着汗来告诉我们一句话 他就说太神奇了 我们很惊讶地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就说原本八八的心脏 我们有两个门 一个是两个入口 一个是近一个是处的 两个路 那每一个医生都会说是外面的那个路 他的那个门需要去换 就没有人提过是里面的 可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啊 医生突然间接受到一个信息 就是让他有一种感应说 要不在手术之前啊 先检查里面的那一条路 看是否健康是否都OK 如果一切都可以都顺利的话呢 再来做原件应该要做的手术也不值 就因为这一个念头呢 医生决定去检查 才竟然惊讶地发现到 原来那一条路竟然坏了有接近二十年 原来最大的问题就在里面那一条路 如果那个路 他的坏的那个地方不去处理的话 其实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心脏手术可大可小 加上爸爸的年龄 其实没有办法承受 可以就是再做第二次这样的一个手术 那很感恩这个医生有了这个信息 他开始做检查之后 就可以顺利地把爸爸把那条路给解决掉了之后 再做回原先的那个门 所以手术就这样子就成功地顺利地完成了 所以医生告诉我们的时候 他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真的每个医生没有这医生提及过里面那一条路 而他当时却忽然有这个想法 那也令一向山听到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心里满满的都是感动 真的非常感恩 天地给了这个Data 然后当爸爸呢 从麻醉要退了过后进行的时候 他醒来 他的第一个反应竟然是在哭 当然从小没有看过爸爸的哭 除非是爸爸的 除了爸爸的妈妈过世的时候 就是我的朋友过世的时候 才看到他流下眼泪 爸爸是有泪也不倾弹的一个人 可是在那一刹那他流泪 他哭着说 我很害怕 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我的孩子 其实那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让所有在场的医务人员 比我们我和弟弟 因为妈妈已经过世了 所以我们整个家人 还有就是一无人员 听到爸爸的那一句话 真的都被打动到流下眼泪 其实真的很感恩 因为这一个事情的发生 但他能体悟到 自己心里面对爸爸的那一份爱 也能因为这件事情 也感受到爸爸对我们的这一份爱 其实真的我们都是很爱对方 也许在平时的过程中 我们的爱和感恩没有真正的 就是能显出来 也没有表现出很爱对方一样 所以可能这样子 彼此的心里就觉得 只不过是平时这样而已 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当事情的发生 让我们那一天 真的感受到彼此的爱之后 就是相处的日子以来 后面的日子都很好了 就是大家都很圆融 就是非常感恩 因为有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有爱与感恩 这两个重要的密码 真正实实地改变了 爸爸的人生地图 也改变了珊珊的生命地图 原来爱和感恩 真的可以从心里面 感受到对方的需要 从心里面感受到对方的感受 所以通过这个章节 真的很感恩至于 给珊珊导主的四个章节 真的天地的爱 都是一直都在 所以有了天地 有导师 有这个系统 有爱与感恩 真的我收到了 满满的都是爱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把主持人交回给子余 感恩在家这里 非常感恩 珊珊 以令珊珊 给予我们的分享 真的非常的感动 让我们给珊珊 一个热烈的掌声 真的 当她在讲出 她的爸爸 讲的那一句话的时候 哇 眼泪都掉出来了 真的很感动 谢谢珊珊 当你在讲 当你在讲一次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真心真的是可以感染身边的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真的 导师告诉我们 修行真的是要修真 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为只有真正心 真心的打从内心去 就是感恩对方的时候 其实对方也会因为你的感恩 也学会了感恩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善信循环 当我们常常把感恩放在嘴边 也要打从心里的讲出来的时候 那一份能量真的可以感动到 就是在线的所有的人 好 真的 感恩我们的珊珊 告诉我们这么精彩 这么用心去表达的一个故事 好 那我们呢 刚刚珊珊在跟我们导读的那几段当中 有几个重点 就是呢 其实身世上 导师告诉我们说 世界世界上呢 所有事情都是活的 不是死的 哪怕你找一个铁口直直的算命师 说你未来算到会怎样困难 或者有挑战 只要你用最大的努力 面对现实生活和生命 应该做的事情 就算很难解决的问题 经常都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其实就算命已经算定了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改变命运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去面对 勇敢的去面对自己在眼前的困难和挑战 然后用最大的努力去读法实修 就好像怡灵珊珊刚刚说的 第一次对太阳公公祈祷 第一次跟太阳公公说话 没有想到太阳公公真的接受得到哦 而且也让手术非常的成功 真的一切都是讯息场哦 因为呢 当你真心发出去那个愿望的时候 那个愿力的时候 太阳公公是接受得到的 所以导师常常会鼓励我们 也要多一点跟太阳公公说出我们想要对他说的事情 所以呢 真的 这就是爱的祈祷吧 只要我们每一天都用爱来做祈祷 用爱来散发出去给世界上每一个人 就好像这一次的疫情一样 我们也用爱散发出去所有为这个疫情付出的医护人员 所有警卫等等 没有了他们保卫这个国家 我们也没有可以这么安热的待在家里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每一个人付出 也祝福所有就是在这个疫情 就是受病的所有的人都能够康复 这一份爱其实真的可以很 就是可以散发出给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未来 很多事情是很多困难度 但是不代表这是不能改变的 因为呢 我们只要懂得运用这两项重要的密码 每个人都会在本来自己的生命过程中 设定许多的流程 去将好的留下 只要我们能够将好的留下 把不好的这两项密码 不好的用这两项密码 进入到自己生命的隧道里面去修补 只要自己有心 我真的感受到 当就是别人真的是用那颗真心 就是每一位分享者 他们真的用那颗真心去说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马上的感动 因为那个是真实不虚的东西 就好像导师说的这两项密码 只要我们能够相信 我们就能够真的很快的解决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问题 所以呢 只要我们 若我们愿努力朝这个方向分秒必争的去感受 实验和体会里面的细节 必定可以自己一点一滴 在累积的感觉当中 更稳健的 就是实际的掌握这两项密码 然后无往不利的解决我们各项的关卡 真的很感恩 就是透过就是引力的分享 让我们呢 能够更加的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好 那么呢 现在呢 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的分享者 那这位分享者呢 其实在他身上 我也是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呢 本身是一个人际关系 很好的一个 就是人缘很好的一位 就是一位先生 然后呢 他本身呢 也是一个说话很圆融的人 所以呢 其实他就是因为 他懂得感受到背方 对方背后的那份用心和爱 所以呢 他就会懂得用他想要的方式 来跟对方做沟通 这一切都是智慧哦 好 那四部一词 让我们来有请Desmond俊杰 来为我们导读与分享 感恩 好 谢谢我们主持人 感恩天地宇宙 感恩太阳神的导师 感恩我们的美漂亮主持人 还有感恩线上所有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我是俊杰 也可以叫Desmond 那在这里呢 我要导读第十章最重要的两个生命密码 最后的四端 在这里 我也要教友员的人 怎么样让自己更快地感受到这两项密码 能够如自己随心所愿地去尽情使用 让我们选择在一个安静的场合里 坐着 躺着都没关系 但是衣服要宽松 不要非常进步地在体上 阻碍我们的血气 阻碍我们的气流与血流 然后闭上眼睛 深呼吸三到七次 直到有好感 有好的感觉为止 接着我们想一下在上一餐所吃的食物 想一下这个食物是因为在自然界里面对一个生物能量转换 而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一份自然 让我们有这一份食大相拥 而植物动物在生命能量转换场里面有所得到的能量 是自然宇宙间所给予的 既然自然宇宙间无条件基于我们这一些能量 进而让我们有了食物 那么这一份能量的后面一定是一份宇宙的爱 宇宙大公无事地把这份爱给了世界上需要的人 我们真心地感恩宇宙这份爱 把这份爱的源头那份伟大确实地感受出来 并在我们心里自己做足感受的记号 把这份感受却是写在生命里成为一份诠释 而这份诠释的深浅度就要靠自己不同的感受 领悟与体会去加深在你心深处所建立的能量场 当你不断地练习暗于感恩这两项密码 就会牢牢地烙印在你心灵深处 想到自然宇宙间无条件给了我们许多 所以要清楚地告诉自己 这两项密码在你每天生活的每一分每两秒里 生命要不断地产生好的共鸣与共振 再把这份感觉放在每一件人物事物里 清楚地告诉自己 当你内心深处努力了多少 用的火候有多少 无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困难有多少 都会因为你这份勇往之前的密码 能够帮你战胜所有的困难 化解所有的危机 以及开创许多你从前觉得不可能的希望 而在目前你所遇到的人或是面临的困难 也或尴尬也 你都要期许自己在这一刻 你是自发体 去把心中这一份爱与感恩在你心里 像一个发射台一样发射出去 哪怕是你的仇人 你都要把这份爱与感恩发射出去 感谢他对你过去的种种要求 看作是对你的一种磨练 再加上你自己已经心中所属的爱 把这项能量转化其中并真心的品位观赏 告诉自己在这爱 在这爱这位丑闻之后 所有的问题都因为这份爱 观想之后 清楚地告诉自己 因为你拥有了宇宙无限的爱 所以繁星的事情都会迅速地化解 要而趋向完美 用上这个心法 不论是家庭或夫妻问题 子女问题 还是在工作上和老板同时间的问题 或是其他外界的团体 邻居 各种人等各种事物 都会因为你善用这两项重要的密码 把你原来觉得不可能化解的事情 都会让你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最后生活都变得顺利了 到时候你会再看全世界 你会感受这是这样的美 这样的和谐 而这样的结果又会把你带入更好的良心循环 千万记得 当你有了各种体会 你要去鼓励更多的人 参用这两项重要的生命密码 那么在你的生活 生命里就会深深地感受到自己 所拥有的所有事情的结果 和成就绝对是倍数增长 而且会让你惊喜恋恋 你再次强调 千万记得这两项生命密码 在你有了深刻感受的同时 别忘了与所有的人尽情地分享 这是善用这两项重要生命密码的一个重点 也是一个诀窍 爱与感恩一定是全然的存在于你的一切之中 没有感恩 心谈爱 一切都是白谈 而且爱一定是虚假的 太阳神的 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有讲到了 因为我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是比较多朋友的 所以也因此就变成了跟家人的关系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平时都在外面就没有回家的那种孩子 也因为真的非常感恩这个我的妹妹也是我们的志愿主持人 他参加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而在当时的时候呢 他刚刚加入的时候其实我起初是有点担心 因为呢 那个时候想说他到底参加了什么样的团体 而且时常都要去讲这个爱和感恩的 然后也在想说 因为之前他也用了很多的这个钱去上了其他的课程 也觉得会不会担心他会被拼还是怎样 所以呢 也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走进了这个我们的经营会里 而在这个经营会里面呢 就发现到这个我们的太阳色导师所写的第一首歌 那一个磁场非常的大 非常的有能量 也因此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虽然在家里 不管我的父母也好 还是我的妹妹也好 他们时常都会跟我讲说 要多一点参与啊 然后要用这个爱和感恩的这个心 甚至要常常念这个感恩世纪句 其实我听了之后 我的心里都会有种感觉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因为当初也是因为觉得自己 他自以为是嘛 然后也觉得 年轻人其实也对这个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也直到了后面之后呢 其实遇到了很多不少的一些事情 当然自己老师上有跟我们讲说 一定要做一些实验 所以我自己也偷偷做了实验 所以这里也可以呼吁大家 如果真的是还没做过实验的通话 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实验 就是念一下我们的感恩世纪句 我记得我自己本身在跑马拉松的时候 时常都会有这个抽筋或者是脚痛 而且我是有这个扁平族的这个族群啊 所以呢我的脚是很容易受伤的 每一次跑马拉松12公里的时候呢 我的脚都会到后面都会出现这个受伤的状况 所以在那一次的时候 因为刚好我的耳机也坏了 就没有听就没有听歌 太阳也非常的大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忽然间想起 哎我会想说要念这个感恩世纪句 我就背好背好了过后呢 在我跑步的时候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念这个感恩世纪句 其实很神奇的一样事情就是 在那一次的这个马拉松里面呢 我竟然没有这个抽筋 再加上我用了最短的时间 应该算是我这个最好的成绩 在六小时半里面就把它完成了 虽然不敢说是很好的成绩 但是在我的这个记录当中里面呢 是唯一一次是没有任何这个受伤的情况之下 跑完我这个马拉松 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觉得已经相当成奇了 我也很安静的没有告诉他们 直到后面我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从事这个销售的工作 所以呢我时常会在面对顾客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顾客可以的调难你啊 或者是会时常跟你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那我们作为一个销售的这个人员的话呢 你必须要就是向你应认 那之后呢 有些时候你还在私底下还要暗地去骂顾客 就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也因为参加了非常感恩 就是参加了这个超级生命令嘛 然后我回到去到今天的顾客 遇到这样比较难搞的顾客 我们都会心存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遇到你很难搞的这个顾客 就证明说其实这个顾客 别人也很难把它搞定 只要你把它搞定过后呢 这个顾客就是你的 所以我会抱着这样子的心态 而且我会抱着一种感恩的心 就会用这个感恩的这个心 还有这个爱而感恩的这个心呢 去见面之前 就会去用这个感恩的心去对这个顾客 结果也发现到 之前也很难搞的顾客呢 变成现在 就过后啊之后了 就变成我的很好的朋友 甚至还跟我开玩笑 就你之前是脸很错的那种 但之后呢 既然用了这个爱而感恩的这个心态 去面对这个顾客的时候 其实顾客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心也跟着去柔软 他也不会对你强硬 所以就发现 之后的顾客的这个处理里面 就变得更加的这个轻松 也更加这个和谐 因此呢 就让我在这个我的销售方面 就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感受到非常强大的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在我的这个生活当中 因为我以前都是时差少回家 也不会讲说回家要等着十万饭 那样子 我都是早出晚归那种 就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去 然后晚上点暗了才回到家 所以我父母几乎都没有 没什么样看到我 也因为参加了超级生命迷茫过后呢 我们真的是会有学这个 我们讲说地质规嘛 所以也因为听了这个地质规过后 我自己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出的 所以到了现在开始啦 就之后不管是NCO期间 或者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都是做完工作后就会回家 因为我都会想要加一个饭 然后甚至有些事外是我自己亲自下厨的 所以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会让我在我的生活当中 甚至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或者是我自己的家人里面 都变得更加的圆满 也因为包着这个两个生命密码 说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人世之间里 真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相信 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为什么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 就会有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其实只要你真的是用这个实验的心态去做过后 还是要用真心的去做 就刚才主持人有说的 就是你独定心 真的是要把这件事情给去完成 那你会发现他后面得到的结果是相当不一样的 所以时常因为我们听这个单单集的时候 我们会有听到这个 我们的蔡李徐老师 他每次第一集的时候就会问一句话 你幸福吗 我都会自己暗地理回答一声 我会跟他说我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在我的这个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这个感情也好 或是我这个事业方面 我都发现到我的这个发展都是不断的想增加方面的 所以在此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因为都是因为我的妹妹当初 他选择了坚持再加入这个超级生命密码过后 他其实是没有放弃过我们 因为我是算是在比较慢一点 我差不多七个月八个月过后 我才选择了踏入这个经营会 所以当然如果在各位的这个 这个先生的所有朋友当中 如果在我们平时要去感化我们的这个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 尤其是家人是非常的难的 但是呢 真的是要抱着一个坚持 还有感恩的心 因为当你有做出一个改变过后 当你的家人看到你的这个改变 他真的会选择去看一看这个究竟 当然你不要因为他不去加入 所以去讲一些很难听的话 可能会导致一些很多反感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记得一样事情 就是用你自己的这个最大的努力 让你自己改变 因为你的这个我们讲说 你的身教身欲这个言教 当你这个你的身心灵 你的所有的行为已经改变的时候 你的改变一定会感化 你所有的这个身边的人 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看的这个太阳神的导师 因为所讲的这两个项密码非常有感触的 所以再次和大家分享 好再次把这个时间交易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 非常感恩Desmond俊杰 来给予我们的分享以及导读 让我们给Desmond一个热力的掌声 刚好呢今天刚好的安排就是呢 Desmond和俊杰俊杰他本身所读的就是导师的心法 那其实导师的心法的每一字每一句哦 其实只要我们细心的去参悟的话 其实会发现到说导师的每一字每一句都非常用心 在于我们每一次要落实步骤一二三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听到爱与感恩的这一个心法 所以呢只要我们用心的在生活当中 不断的落实这一个爱与感恩 我们就会在生命当中感受到不一样 就好像刚刚俊杰分享 我们不管是在做销售啊或者是马来说 我们都可以不如试试一下做一个实验哦 只有真正的做了实验 有效果的时候啊获得益处的就是自己啦 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事不宜迟 我们邀请最后一位的分享嘉宾 他本身呢就是真正的让我看到 他真的是一个很喜悦和快乐的人哦 他曾经说他之前有得到焦虑症 哇我都不敢相信哦 因为呢一见到他他都是带着笑容的 而且呢自从加入了超级声音马过后呢 常常听到的一句感恩 感恩都是从他的嘴巴里面 还有内心里面所散发出来的 那让我们来一起邀请 文妮中处良来为我们分享的 掌声 文妮在线吗 我们可能 文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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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妮听到吗 是因为太热情了 可能可能他等一下哦 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好可以了吗 哈喽 可以听到吗 听到了听到了感恩 不好意思感恩我们的主持人 刚才我的那个zoom muted的那个button转件 不能access 不能进到 所以我在 我很感恩 因为今晚给我这个机会 感恩宇宙 感恩天地 感恩太阳 感恩我们的太阳神老师 感恩我们的主持人 还有感恩我们的超马家人 谢谢给我这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分享我怎样得到我的幸福 还有开心 用这个两个很重要的密码 爱与感恩在我生活中 我之前进入超马过后 我读完老师的超马书 我发现到老师的书 每一次都一直都不断地讲这个爱与感恩 每一次都是教我们怎样去利用爱与感恩 在我们的去练习爱与感恩在我们的生活中 当我们有爱与感恩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发现到我自己有很大的突破还有改变 除非在我自己的弱点 还有我自己的不好的习惯 好像我是很喜欢埋怨 生气 还有 尊敬 很讨厌吃醋 在我就发现到我这些的弱点就是我自己的负能量 因为我还没有进超马之前 我的生活上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能量 我第一次进入超马过后 我认识 我就是有超马的家人有分享给我这个感恩尸鸡鸡 我就很好奇 我这个感恩尸鸡鸡这样小的很短的一个字 可以有很大很大的能量 所以当我认识这个感恩尸鸡鸡鸡过后 我就开始去做十月 每一天我就把感恩尸鸡鸡拿来去读 好像比如说每一天早上开始 他没有工作前我到公司的时候 我就开始把感恩尸鸡鸡去读 还有感恩尸鸡鸡鸡还有感恩所有我的工作 感恩我的车什么东西我都感恩 还有他是很在这个感恩尸鸡鸡鸡是很有很大的正能量 就每一次都提升在我身上 不是在我工作上而已 可是我家人还有我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当我开始利用感恩尸鸡鸡鸡鸡 自己的健康 他也是帮我怎样去突破我所有的很困难 很压力的在生活中 当有爱与感恩过后 他也是有帮忙我姐姐很多很多在我工作上的问题 当我们用爱与感恩在我们的工作上 我自己觉得开始很爱我自己做的东西 还有愿意拿很大的公司的条件 啊 条件 挑战 好像有时老板给我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好像今年我们公司有发生了这个很大的 business 的问题 所以我就一直用爱与感恩去突破我自己的所有的弱点 好像怕担心还有埋怨 有时我们太压力我们会开始发脾气 可是进入超马国后我发现到我自己的最大的突破和改变 就是我自己用很大的爱心去喜欢我自己做的东西 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工作上是有很大的成长 也是帮助我成功了得到很多很多的礼物 从我的同事还有老板 每一天我每次把爱与感恩放在我所有的家人 感恩我自己的我爱的人 我的工作上我所有做的东西也是我每次都是有放爱感恩在全部我做的东西 在这个疫情里面在MCO里面我也是很感恩因为我有这样好的机会去好好地学习老师的超马的 因为因为有太阳的时候里面也是有说很多爱与感恩 所以爱与感恩是很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是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的 还有很感恩 还有很感恩太阳先生老师分享还有写很多本书给我们 在有爱感恩的心就是帮助我很多在我的健康上 关系上我的career工作上还有我的家人 除非我自己的好像我爸爸妈妈已经是很多年没有已经很多年离婚了 可是因为有爱感恩的心他们可以感受到很大的我自己很大的改变 因为有爱感恩的能量所以他们可以变成好像今年他们可以变成很好 所以大家爱感恩是很大的能量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珍惜和好好地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 在我们的朋友上家人上还有我们的最爱的人 我的分享就是到这边 谢谢感恩 非常感恩文妮楚良为我们的分享 真的要我们真正的落实在爱与感恩落实在生活当中 爱自己的工作愿意接受挑战而没有埋怨的话 这些等等呢都是需要很大的爱的 所以呢其实真的因为文妮她本身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 就是受英文教育的所以本身呢可能她真的用了很大的努力去学习 看英卫有太阳这本书 因为英卫有太阳这本书还没有有英文版本哦 可是呢就是透过她努力的去学习呢 就是呢可以就是了解里面的一字一句哦 好那么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在此呢祝福全球的所有超马家人们 还有就是可能新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呢就是在爱中共 在爱中共正在感恩中连接 然后呢成为一个小太阳 自己先改变然后呢不断的提升自己 让我们一起照耀更多身边的朋友 带朋友呢可以去参加导师的 6月27号的身心灵音乐响宴又或者是导师的6月28号的十做十年 相信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超马家人们分享的种种的很多很微妙 很多让自己生命当中很大的提升和改变的就是故事过后呢 我们都可以借由这些故事去分享和接引更加多人得到这份爱与祝福的 在此真的非常感恩所有在场的所有超马家人朋友们 跟我们一起共振 那今天就是我们的就是今天的超级生命密码 国际网络圆满人生的精英会感恩每一位的出席感恩每一位的分享的嘉宾们 非常感恩大家的共振 谢谢 谢谢 奇妙的感动 但愿你会懂 我愿和你唱 这感动 我愿和你启唱 这感动 dropone 交叉 或是 交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